虽然赵云一还没有拜师赐字 但看得出来能在德云社说相声 让赵云一感到非常的骄傲 不得不说 德云社这三个字给予了赵云一强大的底气 尽管尚未被赐字 但他站在德云社的舞台上说相声时 那种愉悦的心情易于言表 诚如他自己所言 即便没有赐字 也未曾受到其他师兄弟的欺负 毕竟 他可是德云社唯一一位登台的女演员 自然受到了师兄弟们的格外宠爱 有德云社这个大平台做靠山 还有这么多相亲相爱的师兄弟 看得出来赵云一在德云社过得非常开心 面对没有被赐字的事情 赵云一则表示完全接受领导的安排 并将赐字创作成了一个舞台包袱展现给大家 其实拜不拜师 有没有字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能在相声舞台上展现自己 赵云一在采访时就曾说过 自己非常喜欢相声 即使从事其他行业 也会将相声当成自己的第二职业 即使没有工资 自己也会去说相声 如今不但能在德云社说相声还能赚钱 这对赵云一来说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事了 其实按照赵云一如今的人气早就可以被赐字了 但郭老师自有其考量 毕竟身为女生在相声舞台上确实存在诸多不易 许多传统的包袱都需要重新编排 就连现挂都得谨小慎微 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 就可能断送整个相声生涯 早在郭老师直播时也说过 德云社为何不收女徒弟 不是歧视女性 而是说相声太苦了 毕竟连许多男生都很难坚持下来 所以老郭不希望赵云一将来后悔 毕竟连相声界最成功的弟子贾玲 最后也选择了转行 所以老郭也不想耽误赵云一 让其参加小剧场的演出 也是想让赵云一自己考虑好未来发展的方向 毕竟女演员在舞台上非常不吃香 被占便宜也是常有的事 看到如今赵云一可以轻松驾驭伦里根 不知道老郭有没有后悔 没给赵云一次字了 自从赵云一到七队跟孙九相搭档之后 人气可以说是直线上升 特别是赵云一少班主夫人这个包袱 让赵云一伙变全网 作为德云一姐的她也是 什么都敢说 但要是这么放肆下去 能不能次字不知道 离摘子不远了 郭老师没把咱这个云字摘走 就是给我骗子了 再说了 郭老师就是摘字 他就跟我把这个云字全摘走 他顶多把下面那个摘走 留上面这个也挺不礼貌的 中间这个字 就表达了我对他摘我字的这个 当然 所谓台上无大小 其目的终归是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如今赵云一在相声之路 也只是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往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但要创作出更多契合自身 以及女性演员特点的相声作品 还要不断精心打磨自己的表演技艺 但只要坚持下去 相信赵云一一定会成为真正的德云一姐 你们觉得呢